捐贈儀式由消防局長向永才親自主持 明明營造公司董事長丁大鳴 特別將長短袖 工作服 各77套捐給義消中隊 聽總隊長講說 救護中隊他們那個衣服是白色的 然後有時候會沾到血跡不好清洗 那他就 總隊長就問我說要不要捐 我就說好 就這樣子 救護中隊他平常要 幫助我們的警銷來做那個邪請 那尤其是救護中隊也要有1MT1的執照 才能上救護車 那他本來就是穿白色的工作服 那工作服沾到血的話 如果有患者的話 有大量出血的話 沾到血汁的話很難清洗 那在這邊的話 在這個紀元下的時候 我遇到我們的丁董事長 那大概跟他講一下說 我們救護中隊可能需要一套 玩一套救護邪請的那個制服 那這邊我們的丁董事長 也是大慷慨的解囊 寶藍色POLO3 左胸口袋印有生命之心 及緊急救護員的圖案 背後有一銷救護中隊 及EMT的字樣 比起過去白色制服 不但透氣也更舒適 我們救護中隊在邪請的時候 目前的制服是白色的制服 那因為在邪請的過程中 又會有一些外傷 或者是容易髒污的地方 因為白色的制服容易弄髒 而且不易清洗 而且會色素沉澱這樣 所以在工作上 其實大家會有護济 所以我們這一次很感謝 明理營造丁董事長 捐贈這一件深色的制服 讓我們在邪請的過程中 非常的無顧後顧之憂 就盡情的協助這樣子 過去一小隊員白色制服 不管是在出勤 或者在外觀上 都容易沾上污漬 清洗不容易 這次經過隊員親自設計 新的POLO3工作服 也能夠大大提升辨識度 隊員跟我反應的時候 我就有想到說要設計到 第一個我們安全上 執勤的時候安全 然後還有污汁 那大家方便 因為我們一次排班 可能四個小時 八個小時 那這長時間下來 一件白襯衫 他很不舒服 要穿一整天救援的部分 那這種吸汗 吸汗然後可以排氣的衣服 舒適度上 在我們的工作上 我們就可以加強時間 然後去處理它 不乾淨的部分 根據統計 金融市112年緊急救護出勤次數 高達19000多次 消防局期盼持續深化 一小同仁的救護技能 成為消防隊員的最大助力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 正確好 好 好 好的 好 好